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剧的宣传力度真的不是一般的大 爆款预定 就是到底有多爆就拭目以待了 第二部《狐妖小红娘王权》片《爱奇艺》 由成毅 李毅童主演《古装爱情奇幻剧》 根据漫画作品《狐妖小红娘》改编 讲述了成毅饰演的道门最强兵人王权富贵 与李毅童饰演的《蜘蛛精青铜》 本来青铜是独娘子安排带王权世家的打听情报间谍 在长时间的相处下清冷的王权富贵被热情的青铜所吸引 他发现了青铜的身世 决定帮他恢复自由 不得不说 王权片真的好会抓我眼球 阵容强大 连幅画道都很非常符合角色 光看海报期待直就已经拉满 真的不能边拍边播吗 第三部《水龙银芒果TV》 由我云熙主演的玄幻武侠剧 改编自腾评的小说《千梅节》 讲述了从意境来的神秘高手唐利词 在武林江湖与神州大地中游历成长的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 他经历了各种复杂纷扰 斗争激烈的情境 但始终坚守着守护天下的信念 从目前的物料来看 确实是给人很颠覆的感觉 让人眼前一亮 新鲜感很足 加上罗云熙的演技比较细腻 第四部《大凤打耕人》腾讯视频 由王赫帝领衔主演的古装玄幻探案喜剧 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同名小说《大凤打耕人》 讲述了王赫帝饰演的警校毕业生许其安意外 穿越到一个架空的朝代 成为了一名县衙捕快 他凭借着自己前世的经验与智慧开启了探案之路 在探案的过程中结识了古灵精怪的林安公主的故事 剧情跌宕起伏 案情层层递进 反转不断 既有悬疑剧的奇幻冒险 又有清喜剧的轻松挥谐 全员智商在线 帅哥美女联手探案 最后坠入爱河的故事 谁能不爱啊 第五部《流水条条腾讯视频》 由人家伦贤主演的武侠古装爱情传奇剧 改编自萧楼的同名小说《流水条条》 这是一个关于江湖与朝堂 光明与黑暗的故事 讲述了月落成少城主萧无侠 从幼年开始卧底梁国 化名魏昭 一步步成为梁国权清朝野的光明司指挥时 在外人眼里 他放忘形还阴晴不定 凭借美色上位 背负着宁臣的骂名 而魏昭案的确一直在追查当年灭门旧案 同时保护月落成和陪演的故事 现在对落地鼓勾越来越感兴趣了 尤其是带点反派人设的 虽然这部是伪装人设 《国超》这部剧的装造也好看 第六部 赎紧人家优酷视频 由谭松韻主演的古装传奇经商大剧 该剧根据庄庄的小说 《蜀井人家》改编 讲述了晚唐时期 蜀井之美是人皆知 蜀中一周几夜繁荣之下暗潮汹涌 景观城内幻花染房的小娘子 即应应是配色高手 为发扬技嘉独特质染记忆 通过丝绸之路 将技嘉蜀井带向世界的故事 谭松韻的唐庄造型绝了 感觉近几年古装剧除了探案 古偶之外 仿佛在文化传承上探出一条路 蒋飞已与剧情结合 这个班底不错 期待播出 第七部 念无双优酷视频 由唐燕 刘学义的古装仙侠爱情剧 该剧改编自十四郎的小说《天下无双》 讲述了工匠神女和美男狐狸的爱情故事 男主为了找到心目中的神女 甘愿变成足内杀神 在寻找神女的过程中 他遇到了一个居心叵测的基谈音 用计谋去测试她 最终发现她竟然就是自己 魂牵梦莹的神女 看了片花 唐燕和刘学义 一个温婉端庄 一个温润如玉 在一起就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剧 俊男美女组合 对我的眼睛可太友好了 第八部 《大梦归类爱奇艺》 由侯明浩领衔主演的古装玄幻剧 郭敬明真的太会拍人了氛围感觉了 每个演员在他的剧里都会美出新高度 真的是从选角 装造 布景 构图 都透露着让人惊艳 照远周表面是鸡腰丝的护卫者 背地里却是上股嗜血的大腰 闻霄清冷温柔的小白花外表下 却是利用美貌蛊惑人性的魅腰 捉一层一面竖发幻化的蓝剑 一面迎发手拿面具 带着铃铛的小男孩 气场全开的侠女 这装造 这质感我可太爱了 这不我铁定要追 第九部 《千朵桃花仪式》开优酷视频 由张冰冰出演的古装神话剧 该剧改编自作者 随遇而安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先蒙五大门派和魔族 在一次次的命运循环中 不断寻找真相与道义的故事 孙真妮饰演女主角 天生凡古墓玄灵 她是来自魔族的圣女 性格古灵精怪又娇媚婆了 张冰冰饰演男主角 正派大佬谢雪晨 一个清冷孤傲的剑修 张冰冰实力有目共睹 出演了多部热播剧 颜值和演技没得说 第十部 《严心记爱奇艺》 由柏芸汐领衔主演的 《古装爱情》选一句 讲述一个是心怀大意 却患有罹患脸盲症的 皇亲郡王江信白 一个是医术高超 每个月都会变身江湖 游方火扁雀炎南星 虽然他经常换装 但他还是能一眼就认出来了 两人从互相看不顺眼 到相爱相杀 他们一起经历了三劫三离 锁定真心的脸盲症 与变脸症江湖爱恋齐去故事 剧情风趣幽默 人设很新颖 古装探案清洗风具 博芸汐 宋艺演技台词 没啥吐槽的 可惜撞上必报剧 庆余年二 迎问你一战成名 输了也虽败犹荣 第十一部 《狐妖小红娘》 竹叶片《爱奇艺》 由刘诗诗连妹出演的 古装奇幻剧 根据妥小新创作的 连载与腾讯动漫的 漫画《狐妖小红娘》改编 讲述一个是 东方灵族大小姐 一个是王权世家的 下一任家主 在一次任务中 戴着面具的王权霸业 救下了遇险的 东方怀竹 两人一见钟情 相约七月七怀水竹 亭香见怀 无奈怀竹遭遇家族巨变 怀竹只能为妾 大婚当日 一片寂静 东方怀竹 王权红叶身穿婚服 却无一丝笑容 能看出结局是极致的逼 我已经开始伤感了 意料之外的有CP感 一节古我的神 此刻想看狐妖小红娘 竹叶片的心情 已经达到顶峰 请速速抬上来 第十二部 仙台有数爱奇艺 由邓维主演的古装仙侠剧 该剧改编自狂上家狂的 同名小说 讲述了天生体弱多病薛冉冉 为了活命延年 头败到仙修奇才苏益水的门下 从陆师门那日起 他便听说苏益水的师父 是女魔修木清歌 这个女魔无恶不作 最大恶极 人爱 苏益水大意灭亲 二十年前携众位正道 将女魔头师父木清歌 打得魂飞魄散 该剧的剧情紧凑 情节跌宕起伏 让人不惊为之动容 邓维作为新生代演员中的佼佼者 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已经成为了不少年轻观众心中的偶像 第十三部 永夜星和腾讯视频 由于舒心领衔主演武装企划爱情剧 改编自白与斋雕工的小说 《黑莲花攻略手册》 讲述了鬼马少女林妙妙意外闯入了 卓妖小说的任务系统 为了重返现实世界 她必须完成系统发布的关键任务 攻略一个绅士沉迷的并交少年 名叫沐生 在这个奇幻世界的冒险过程中 林妙妙结识了卓妖世家的木遥 刘福一三人结伴同行 一路闯关打怪 不断升级 逐渐化解了人 妖两族之间的仇怨 成功改写了命定的结局 拯救了世人 也让林妙妙得以重返现实世界 第十四部《凡人修仙传优酷视频》 由杨阳领衔主演的古装男品修仙剧 该剧改编《自忘女》的同名小说 虽然明年男品剧一大堆 但我还是很很很期待这部的 我很喜欢杨阳导演的镜头和叙事 看路透杨阳在这部剧里也很清爽 真的像漫画里走出来的 就冲这颜值 我也愿意看 古装完全就是杨阳的统治区 期待明年暑假有个好成绩 第十五部《白月泛星爱奇艺》 由白鹿领衔主演的古装爱情仙侠剧 本剧改编《自新宁小说白硕上神》 讲述了将军服小女儿白硕为报恩而立志修仙 在寻仙的过程中意外救下了妖族大神范月 两人可以说是从不打不相识 到结伴同行 一路携手斗妖邪除恶妖 历尽磨难从互相利用 到互生情愫 最后终于走到一起的故事 全员颜值都高 敖瑞鹏看白鹿的眼神挺深情的 就不仅能看剧情 说不定还能磕CP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